大清律条明白规定 审犯死罪者 若能举罚他人 则可减轻罪力 为此 我要举罚一个人 和珅 拉着去 得知和珅荣升军机以后 刚刚被押戒进京的山东巡抚国泰 欣喜若狂 他知道自己获救的机会来了 可等到国泰被押赴刑场 而明明可以保全自己的和珅 就坐在观刑台上的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于是国泰大喊一声冤枉 直接叫停了刑刑过程 根据大清律的规定 死刑犯临刑罕冤必须发回重审 公堂上 主审阿贵问及国泰临刑罕冤的原因 国泰到底久立官场 直接给出回答 大清律条明白规定 身犯死罪者 若能举罚他人 则可减轻罪力 为此 我要举罚一个人 既然和珅不仁 国泰便选择了不义 他要举罚的人 就是刚刚摆了自己一道的和珅 和珅 当初前大人 奉旨巡查各省立志 是他 事先向我透出风声 你有违抗圣命 通风报信之罪 只是国泰到底迟了一步 和珅早已经命留权替换了那封信件 可就在这公堂之上 和珅当然不会承认国泰的指正 赶紧给出了解释 国泰兄 你拉我垫背 是因为何某与你交情不谋 却在你最量刑的时候 不肯替你从中远转 因此你怀恨在心 必欲置我于死地 这句解释既能给众人一个合理解释 又能让国泰精信那封信件 能够保全自己 从而将全部希望寄托在那封信件上 而忽略别的证据 也就是说 这句解释等于逼着国泰 赶紧将那封信件当作证据拿出来 从而顺利落入合身的圈套 国泰果然上当了 马上声明了自己掌握的证据 国泰临情喊冤 又要举发他人 而且举发了这个人 又是刚刚容生军机的御前红人 主审阿贵不敢擅自做主 只能转交御前处理 就和尚之前的所作所为 乾隆皇帝早就有过明确态度 如果和尚自己处理不了 就说明正看错了神 就不值得联系 从其素质表现来看 和尚能够栽倒在这封信上的概率几乎为零 所以乾隆皇帝对和尚充满了信心 既然信心满满 乾隆皇帝也就能放开手脚处理这封信了 乾隆先向国太确认信间的真实信 国太你说就在去年 乾隆奉旨外查之前 和尚还有信给你 是 是七月十一吗 是七月十一 是这封吗 是这封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得到肯定回答后 再向和尚确认信间的真实信 和尚 这信 是你写的 回命皇上 是奴才写的 再次等到肯定回答后 乾隆皇帝又问及了 除两位通信当事人以外的 唯一经手人 乾锋 乾锋啊 国太的家是你去查抄的 是 这信 是从他那里查出的 是从他府上搜出来的 第三次得到肯定回答后 乾隆皇帝可以给出 最终结论来 大家都听清楚了啊 这信 是和尚写给国太 然后乾隆皇帝 转向和尚问道 和尚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乾隆皇帝虽然信任和尚 但也不能明显偏袒 这句话就相当于提醒和尚 坦白从宽 趁早交代 真要当场念出信间的内容 你的罪名可就坐实了 当然 这句话就是说给其他人听听而已 可和尚必须认真回答 甚至发誓诅 以正清白 皇上对奴才的恩情天高地厚 如果发现奴才有欺君抗旨之事 就是皇上不忍加罪 奴才也在这大殿台阶上一头撞死 只是 光发誓诅诅还不管用 还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且这个自证清白的方式也很简单 奴才现在别无所求 只请将奴才写给国太的信 当着这满殿大臣一读 如若发现有悖逆之事 奴才死而无害 好了 事情变得简单了 乾隆皇帝给出了指示 选择乾隆宣读信间 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 如果这封信真就是和尚通风报信的内容 那么乾隆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让他读最具说服力 这封信当然不是什么通风报信 而是国太向和尚索要莫保 和尚婉拒 并顺便夸赞了一下季晓兰前锋 尤其是乾隆皇帝 乃系本朝第一书法家的精彩内容 除此之外 和尚还奉劝国太 不可过分沉溺书法字幕 更不能疏忽了替皇上当差的大事 另外和尚还以好友身份 劝归国太 闻听兄与翻台于一简 都酷号戏许 两人常粉末登场 而作通宵达旦之欢 唐真有其事 不读有无观真 更助长奢靡之风 第一 切为人兄所不取 长此以往 我兄微 喜好书法字幕 乃至沉溺其中都不为过 但酷号戏曲 甚至领着下属做通宵达旦之欢 可就是严重的不悟正业 甚至是严重违纪了 也就是说 这封信不但证明了国太的诬陷 甚至又趁机坑了国太一把 堂堂的巡抚大人再无翻身的可能了 可就算如此 和珊还不算完 这封信的最后含有这样一句 令 仁兄差人送来山东大枣十斤 我收下了 下不为例 君子之交淡如水 金官与外官往来过密 更有彭党之嫌 望兄体谅我一片苦心 堂堂一声封将给昔日的户部尚书 送了十斤山东大枣 尚且下不为例 和珊清廉可见一斑 更重要的是和珊牢记朝廷规矩 严守纪律红线 时刻提防提防都府的拉拢和抚拾 这封信读完 国太的举发目的非但完全落空 还顺便帮和珊树立了高大伟岸的正面形象 正常情况下 一个地方都府硬刚金钟大员 尚且有点不知亮丽的味道 如果这位金钟大员在有皇上暗中相助 那就基本等于作死了 国太本就是乾隆皇帝用以锦猴的机 和珊更是乾隆皇帝刚刚提拔的军机大臣 国太怎会胜出 乾隆又怎会自己打脸 真相大白了 国太得到了结果是 拉持区 而和珊则获锋 五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宝贤 正是问鼎宰相之尊 臣指受和珊五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宝贤 奴隽和珊成皇成孔 叩谢圣恩 道理 公平 成年人的世界里哪还有这些东西 上位者的世界里更没有这些东西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